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今天我想来煮一个汤 这个汤是我非常喜欢喝的汤 就是煮西洋菜汤 材料有一盏西洋菜 这盏西洋菜大概一斤左右 另外有排骨 大概300克的排骨 另外有红萝卜 红萝卜用半条就可以了 还有蓝笔杏 2粒蜜棗 薑等会切两片 新洋菜要洗得很干净 尾部就先剪掉 因为这些位置通常比较老 剪掉 这边是比较老的框 这边是比较乱的叶 薄叶 这样分开它 等待我下的时候都会更方便 因为西洋菜 其实沸水下才可以 如果你冬水下的话 会有腐蜜味 所以等待我分开两次去下西洋菜 加粗盐 用盐水洗西洋菜 浸泡10分钟 猪骨先出水 准备一煲室温水 把猪骨放进去 看到它滚了就可以了 就可以关火了 表面可能会有些脏的东西 我们要用水冲走它们 现在的排骨已经出水了 我已经洗了 我们就放在备用 先切了萝卜 我们就用半条萝卜就可以了 切两片出来 蜜棗和南北痕都是用水洗一洗 把西洋菜用盐水浸了10分钟 我们就可以倒入水 现在已经准备好所有材料 我准备了2公升的水 冬水落的材料有这里 就是猪骨 南北痕蜜棗 和姜片 当看到第三条压力线 就可以关火了 压力煲解压之后 打开盖子 然后再开火 让它大滚 滚到这个程度 我们就可以下西洋菜了 我们就下了老的团 一直保持着大火 我们现在再下红萝卜 下红萝卜 好了 水又再滚起了 下剩下的西洋菜叶 现在滚得很厉害 立刻扣上压力线 上锁 同样 看到第三条压力线 就可以关火 然后等它降压 就可以开锅喝汤了 加盐调味 如果你想汤再浓味一点 你可以开锅多半个小时 很好喝 这个汤 好美味 好美味 喝汤 下次再介绍其他菜式 拜拜 拜拜